因為有同學有提到就是 他想要參考,尤其上個禮拜的這個影片 他上課的部分他 可能有部分比較不太能夠理解 所以我把那個 6789 也就是說期末考會考到的題目的那個 部分,我把它 整理之後上傳 所以基本上在 這邊有個連結,你就把它點選 點擊之後會切過來 這邊的話基本上 就每一次上課,不過我是把四次上課全部一一起 把它 這個傳上去 那觀看次數 6天前傳的 OK,有110 次的觀看次數 算起來應該 算是還蠻踴躍的 OK 是你們在看的嗎 反正 我反正至少我把這個東西放在這邊 所以呢 期末考試的話基本上 我們教過的題目呢 你就 把這些題目再做複習一下 那我大概就是給你們一個 一樣 跟上學一樣空白的檔案 然後你把 函數跟VBA 反正我們上課講到的部分呢 你就把它重做一遍 那當然 這個東西你要 前幾天在練習我看你應該也來不及了 因為這東西現在太多要記了 然後呢你只要做手啦 我想應該 基本上要把這個期末考通過應該不是問題 但是你可能要提前準備一下 另外的話我講過的東西 包含就熱透彩這一題 然後像那個 什麼 其他像 我前面講過的 血型分析 或者人事考評 尤其上 上個禮拜這一題 在雲端上也有 如果你有些細節 假如不是很清楚的話 可以看一下 尤其是那個VBA的部分 OK 另外的話 其實 我最近的話 也有講一些因為有些同學對除了VBA之外 其實對於現在比較新像那個AI 或者是像一些 未來的 比如深度學習 像現在很多應用 大部分都會用到一個Python 如果你對那個其他的部分有興趣的同學 在我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 一個課程是那個針對教育部 所辦的 針對中小學教師 的一個課程 那他課程名稱是 用到Python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那個 我的那個 就是 我的播放清單 你在播放清單裡面 找一下 這個是Python入門設計製作班 對象是中小學教師 那不過他只有三次上課 第三次在這裡 那第二次你可能往前再找一下 這第一次 然後 第一次 第二次可能在另外一個頻道 可能你就找一下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需要這個上課的講義的話 其實跟我們那個上課的網址還蠻像的 我們是 這個是GG.GG 我們是斜線 Excel to VBA 那我那個課程的 那個名稱跟這個蠻像的 叫Excel 不是 VBA to Python OK 所以如果你需要 上課的那個講義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 VBA to Python 也就是說如果你學會VBA之後你想要再進階到Python的話 那你可以 花一點時間 我建議 如果你中文系畢業而且又對於城市員又 至少有一定的能力的話我相信你以後在 在就業上面有一定優勢因為你不是只有 像有些資工系畢業他可能 專注在城市 在這種工具上面但其他地方不見得有相關的素養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你可以到這個 VBA to Python裡面然後你可以找到這邊有個講義 其實好像這個是 在這裡 這個是上課的講義 所以你可以針對這個講義稍微自己看一下 那我上課內容就是1234反正這四個重點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在 針對這部分的稍微看一下 其實 主要是針對未來的趨勢 其實 未來趨勢像AI 像BigData 像那個雲端或者是人眼辨識 車牌 像很多停車廠的車牌辨識 或其實影像辨識的話 像電動車 這相關的技術都會用到 Python 所以如果這些的話 如果你要對未來 的相關應用 有 這個銜接的話 或者你可以把那個 其實 Python會用到 另外工具的話就是VBA 或eSale 用目前用的最廣泛的 因為 一般辦公室應用 我想最簡單的還是eSale 因為eSale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幾乎每一台電腦上面都一定會裝這個軟體 而且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交換資料的話通常會用eSale 另外的話如果做一些 未來像AI部分的話 大部分還是會用 那個Python 你說那VBA能不能做到AI 其實他也做得到 只是說可能 沒有像Python 這麼容易銜接 OK 所以這部分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那個 我的 部落格上面 去看一下 甚至還有其他地方的教學 像 我每個禮拜 5的 都會到那個 中央 那邊 資工系有一個課程 也是交Python的 但是他那個Python是有駕站的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把Python再加上駕設網站的話 其實這邊也稍微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實際上我這個頻道裡面其實包了萬象什麼都有啦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除了我們上課東西之外 也可以稍微去了解其他的東西 如果一段時間之後我相信你應該會對城市語言不太不再懼怕 而且比較能夠知道說將來要怎麼應用 因為我這邊上面頻道的對象 不只是針對大學生 大部分其實都是針對像 這個上班族 或者是說像那個資工系的學生 或者是像什麼 像這個是 這個有一個這個是針對那個上班族 然後其他還有 各種的 所以底下的話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我這個播放清單裡面其實 影片非常多 你可以自己在 如果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有把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 稍微整理一下 六七八九 今天的話等於是 上課第十四上課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繼續來看一下那個 範例檔裡面 所以請各位待會把範例檔裡面的那個 檢視與參照 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飯店管理這一題 稍微把它打開一下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另外這邊當然它會有 一、二、三個工作表 OK 那這三個工作表的話 基本上呢 他要我們做出什麼結果出來呢 首先第一個 他按照順序 booking 其實booking裡面放的就是什麼 就是 所有訂單的 相關訊息 比如說 他這個 訂房的那個人的名稱 有沒有 First name 跟他Sernate 這個就是他名字嘛 然後呢 他 Lumber 他的 住幾號房 哪一天check in 哪一天check out 然後booking哪一天訂的 然後訂哪一個飯店 那這些資料的話呢最後我們都需要把它變有產生一個所謂的ID就是他的編號 這個編號的規則的話 在那個雲端上我有放那個規則,所以你可以進到那個我們的上課的那個網址裡面的話 找到雲端白板,雲端白板裡面的話我們是第五個單元 那再找到那個飯店管理部分 飯店管理打開之後的話,我這邊有個題目 上禮拜有講過 那首先的話請各位先把那個 題目部分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 在booking工作表 booking工作表實際上這個 實際上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所以就第一個 第一題的話是針對這個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ID給產生了 那產生的規則他這邊有講到 就是這裡面的話 規則他跟我講說 我們大概需要利用的函數有 VIL函數 TEST函數 還有什麼呢 總共這兩個函數加上什麼 總共一 一、二、三、四、五 五個名稱 那這五個名稱的話呢 HOTEL HOTEL DETAIL CHECK IN CHECK OUT跟FIRST NAME 這個在哪裡呢? 實際上因為他內部已經幫我建立了公式裡面名稱管理員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個什麼剛剛HOTEL HOTEL在哪裡? 點一下 然後就CHECK 就這一個 所以這個是 什麼 HOTEL的名稱 然後HOTEL DETAIL是 在哪裡? 點一下 在這裡 所以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是HOTEL的名稱 那HOTEL ID呢就是他的編號 也就是說呢 一般我們 名稱太長了 所以通常會給他一個ID 一個編號 然後呢 TOTAL ROOMS 就是他 這個 飯店呢 總共有幾間房間 OK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剛剛有提到像那個CHECK IN的時間 這邊有個CHECK IN的這一個 實際上就這一邊 CHECK OUT的 這個時間 另外的話 還有那個FIRST NAME FIRST NAME實際上就是這一欄 所以主要就是說呢 第一個他已經 假設啦 以後如果你到 一家飯店 他會給你一個檔案 也許他就會用定義名稱 所以 如果你不太清楚 比如人家交一個 檔案給你 那你要先了解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到那個公司裡面 去查看一下 他有沒有見哪些的 名稱出來 那我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點選他 再點選 這個地方 他會出現說 他這個名稱 所對應到的範圍 這樣的話你就大概有個底了 原來 這邊 有這些名稱 將來的話 我們可以用名稱來代替 代替那個 我們選取的那個範圍 OK 所以大概 在第一題部分 那他要我們做出什麼呢 他要我們做出就是說呢 他這個 Booking ID 要顯示什麼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話 顯示出來就是說 他要顯示前兩碼 那是Hotel的名稱 這個縮寫 這個什麼 這個縮寫 也說Hotel的名稱太長了 那我要把它縮短 那再來的話就是 一槓 OK 所以他的規則是 Hotel的縮寫 加上這個一槓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 日期 這個日期的話呢 就是他的什麼 呃 顯示什麼 顯示Checkout Checkout的時間是哪一天 他離開的時間 但是格式的話要是像這樣 就是只有月跟日 而且月要補一個零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他 總共住幾晚 住幾晚 然後那個後面的話加上那個 他的Fulls name Fulls name就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放在 那最後要顯示類似 像這樣的結果 他該怎麼做 所以呢 你們試著把第一題稍微了解一下 那也就是第一個 他住這個飯店 那我要把他的飯店轉換成 縮寫 OK 那縮寫的話呢 其實名稱管理員剛剛有講到 Hotel detail裡面 點一下 這邊就有他的縮寫 也就是說呢 我知道了他的什麼呢 他的名稱 那我要把他的縮寫帶回來 放在前兩碼 這樣怎麼做 OK 這樣請各位稍微把那個 這個飯店管理這一題稍微了解 待會再來看 畫面切給各位 部分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 他要把那個Hotel的名稱 改成 所以查Hotel detail 查他的ID 第一個 A- 所以中間要加一個 減的符號 再加上什麼 Check-in的日期 那Check-in日期的話呢 要MMDD 意思說這個是月份 這個日期 而且要4碼 如果不足4碼的話 要補0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必須用什麼 用那個Test函數 去把它格式化 再來的話呢 Dace Dace指的是什麼 他這邊有 講到說 這個Dace 日期 意思說他住幾天不是住幾晚 三天兩夜 應該是三天 不是兩夜 OK所以 他是Check-out的日期 減掉Check-in加一天 這邊有提到 那First name的話呢 就是把他的名字帶過來 這樣從他的編號裡面可以看出 他住哪個飯店 然後 哪一天入住的 住幾天 是誰住的 所以編號裡面 已經有一些訊息 可是要產生那個編號 我們第一個要怎麼做 切過來看一下 第一個 那我透過他 查出他的 這個縮寫 那怎麼查 我前面講過 基本上呢在那個Hotel Detail裡面 就會有這相關訊息 那我比如說我查是查第一欄 我要帶的話是帶 第二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必須利用那個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呢用到我們之前講過那個所謂的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VIRU函數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Hotel的名稱 所以我點他一下 OK 我要查這個飯店喔 然後去哪邊查 一樣按F3 去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Hotel Detail 這個查表 裡面查 那查回來要查第幾欄 Cover就欄 哪一欄啊 OK那就第二欄 為什麼第二欄 如果不知道不確定你可以在 點一下上面 他就切過來 這個Hotel Detail裡面的話 他我之前講過 查一定是查 這一個table 裡面的第一欄 所以他查到這個 他會把 第幾欄帶回來 我要第二欄 所以你就這邊輸入2 那比對方式要一模一樣的話輸入0 按確定就OK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我就是把這邊再輸入2 這個輸入0 要一模一樣喔 他這個時候呢會帶過來 有沒有 查到了 他的ID是這一個 再按確定就OK了 所以第一個 我已經把他的ID帶過來了 第一道問題OK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他要什麼呢 把它串一個簡號 所以串一個簡號的話就是 AND 特別注意喔 一個公式要串一個簡號的話 一定要再加一個雙引號 再加一個後雙引號 這樣的話就串一個簡 什麼 他的ID Hotel的ID 加一個簡號 那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他這邊有Hotel IDOK了 再來就check in的 日期 日期要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喔這個地方需要用到 Test函數 那這個Test函數的話呢 如果你只是要 然後他的 什麼 check in的日期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你如果不太熟這邊 你可以在旁邊做啦 做完之後再把它拿來這邊做 比如說你要 這個 確定日期在這裡 你要得到是0106的話 0106 有沒有 因為要試碼嘛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這邊練習 比如插入函數 用什麼用那個Test Test在文字 這個好像之前講過 Test裡面的話 然後你就往往下找 T開頭嘛 Test 那他的值 你就帶check in的這個值給他 他會是這樣子 但是你要formate test的話 你如果要 裡面的那個什麼 裡面的 格式是只有月份的話 你就給MM就可以 然後呢 日期 這個日期的話就DD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他如果給這一串對不對 假設我就丟過來 經過Test函數處理之後的話 不過關鍵在這裡 formate test 一定要給什麼 雙引號 MMDD 他得到的結果就0106 OK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按個確定看一下 0106 那所以呢如果我要把它串到後面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乾脆把等號 複製一下 有沒有等號不要複製到了 把它先取消一下 移到這邊或者你重新再做過一遍沒關係 然後記得先加一個END符號 再串一個公式 把那個什麼呢 剛剛這一串OK的地方把它打個勾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這個END符號這個串的方法要特別小心打勾 OK有沒有 0106了 所以第2個問題又解決了 那再來一樣後面要一個減號 所以END 一個 減號 OK 一個減號 這先打勾啦 反正 我建議你不要 如果你沒有把握 你就不要一直做完 你反正先打勾看看 確定OK之後 再換下一步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已經有check in了 然後再來做什麼 Days 幾天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他這邊有提示嘛 把check out的日期 減掉 check in的日期加一天 所以如果按照公式的話就是END 什麼呢 然後再來就是把什麼 他的 check in的日期 減掉 check in的日期 因為日期減日期就幾天 然後再加 再什麼 他說要加一天是不是 加一天 表示說因為你減完之後嘛 比如說他是 是 8 1月6號到1月8號嘛 應該理論上應該是 678 可是你8減到6的話 其實就兩天 兩晚啦 所以必須把他加一 打個勾看看 OK 這樣的話就三天 那最後的話呢 再串一個什麼 他的名字 所以END什麼呢 一個減號 然後再END 什麼呢 他的名字 first name在這裡 這個人的名字 再把這個名字串過來 打個勾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編號呢 就 大功告成了 OK 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1234 這樣其他的話就快速點兩下 OK 搞定了 所以我們booking ID就產生了 所以特別注意啊 就這一串 照著做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至於那個剛剛 細節 如果你有一個地方 做錯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上 明明了